大家好,我是出门问问李维的数字分身 欢迎来到我的短视频频道 今天谈谈我亲身经历的AIGC的感受 大约两年前开始玩AIGC Tax Streaming的图片生成 当时很如迷 一头钻进去 学这种Promps注意试错 生成各类图片,乐死不疲 从那时起就逐渐意识到 艺术与科学计算一样 人是玩不过机器的 当时悟到这点的时候 黯然神伤 因为很久以来我们一直神话的艺术创作 觉得那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一个神圣的所在 不容闲杂实体践踏 更不用说冰冷的机器了 守不住这个脸低的人类 还有什么资格骄傲 自称万物之灵 显然是没守住 AIGC早已登堂物事 有席卷之事 这是大约一年前 我用MV制作的一个 AIGC图片奇景 试图展现 AI艺术生成的多样性和欲伪 过去三年了 我们所见证的AI奇迹 以Diffusion和Transformer架构为基石 无论是文本大模型 还是多模太AIGC 完全超越了人类的想象极限 无论这场革命需要多久才能在商业上站住脚跟 在商业模式上引发生态转变 都不会改变这场大革命的核弹性质 我们的世界观被彻底轰炸 西津海老觉得游走在半梦半醒之间 一针一换 真假莫变 不敢相信 又无法拒绝 自从人类祖先从非洲的树上跳下来 直立行走 创造了语言 艺术和宗教 人类凭借自己的认知优势 迅速征服全地球 踏升到食物链的顶端 完成了从原道人的巨变之后 文明的发展一直是渐进的 直到电脑被发明 AI被创造 文明走上了涌线 到发 奇迹和革命的快车道 我们甚至来不及取决 回味于品尝 就被绑架到战车上 全程经历认知颠覆的冲击 沉浸体验技术和艺术的审美疲劳 在现实与蓄理之间拉扯 在真实与幻觉之间切换 一路风景 一路震撼 持续亢奋 身心俱备 已尽衰竭 这种人生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 福西或西 兴奋而惶惑 想起沐昕先生的歌从前慢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 马 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Good old days 我是出门问问李维 每次几分钟 与您分享AI最真切的感受 与有角度的思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